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奥斯卡获奖传记电影《大空投》里 有段极为深刻的清简 一位经理人用积木来代表财富 并且用了很长时间 才将积木跌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可当他从中取走一两块小积木 高高的积木便在瞬间倒摊 凌落四散的积木 对应着现实生活中 一个个高开低走的命运 有人当了多年高管 因一招备财 就为下个月的房贷焦虑失眠 有人曾是公司老板 因投资失败 只能变卖家产来抵偿债务 他们经过多年的打拼积累 才拥有富足体面的人生 却因性格和思维上的缺陷 走上一条枷锁反平的道路 作家张丽杰说 成年人的崩溃促不及防 却又有技可循 任何人一旦匹配不上 自己的财富和地位 都会迅速失去眼前的生活 反观自己 如果你有如下反平的迹象 那要赶紧做出改变了 一 得不配位 漫画家田园创作过一幅作品 一个人有多大的脚 就穿多大的鞋 强行穿上比脚长大许多的鞋子 走起路来必然蹒跚不稳 随时都有跌倒的危险 古人常说 得不配位 必有栽秧 道德和生活没有同步的人 即使能力再好 才智再高 也会有寸步难行的一天 刚进公司时 常听老员工们谈论此前的一位领导 这位领导从业内顶级的大学毕业 凭借勤恳的态度 过硬的技术 很快晋升为部门主管 收获完美开局后 他却像变了个人似的 供应商提交的竞标书 明明一个下午就能确认 他硬要脱上半个月 还暗示对方表示意思 工作中对下属一致气使 但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 他就会大发雷霆 遇上有能力的员工 他不帮忙提拔 还在进岗时始办 生怕对方升职后就不再帮自己 很长一段时间 他在主管位子上春风得意 也是亲友口中的成功人士 可当初带他的副总经理退休后 他就立刻收到公司的裁员通知 他这才知道 人事处每周都会收到 针对自己的投诉信 而因为收取好处费 他又在业内留下了换名声 被财后也一直找不到下家 周易上说 德博而未尊 贤不吉 任何位置对应的财富 名望和身份 都需要相应的德行来承载 没有宽厚的品质 任何积累都肆无根扶贫 如今去的越多 将来失去的也越快 二 排斥变化 5月6日 93岁的巴菲特出席了 伯克希尔哈萨维股东大会 尽管早已到了常人眼中 不问世事的年龄 他却在股东大会上对加GPT 芯片 自动驾驶等最新概念侃侃而谈 正是凭借这种拥抱新事物的态度 他才能在50多年的投资生涯中 时刻适应市场变化始终做出明智的判断 世界每分每秒都在变化 没有不会被取代的行业 也没有一直有效的理念 排斥人工智能的茶化师 注定将无话可做 拒绝新能源汽车的工程师 最终会无车可造 一个人和时代渐行渐远 就是从他不愿改变开始的 享誉中外的龙井茶 在采摘后 最重要的工序是热锅炒制 炒茶师要赤手在锅里翻炒茶叶 还要感受茶叶的粗糙度 观察茶叶的色泽 正因为各方面要求极高 专业炒茶师在过去备受推崇 而且拥有不菲的收入 2010年前后 一些科技制造公司 相继推出自动炒茶的设备 一位资深炒茶师傅 在接受采访时 对这类设备持之以鼻 炒茶师手掌的一如一年 背后都是十几年的功夫 机器根本办不到 时至今日 炒茶机器已发展到 能通过传感器 实时监控炉壁温度 还能利用触手精细掌控 翻炒角度 反倒是当初高薪难求的炒茶师 在不断压缩的制茶成本面前 时刻面临失业的风险 想起达尔文说过的一句话 这世上最终得以存续的 不是最高大 最强大的 而是对变化能做出最快反应的物种 世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岁月静好 逝者生存永远是时代旋律 当社会的车轮滚滚向前 没有为改变做好准备的人 只会第一个被抛下马车 散 停止增值 看过一个板块理论 当地壳板块相互碰撞时 基底能量越高的板块 就会脱颖而出成为山峰 可当地壳持续运动 就会有其他板块被推到最上层 成为新的峰顶 长此以往 即使是曾经最高的山峰 也会沦为最底层的土地 30年前万元户的身价 今天只是许多人一个月的工资 今天你以为的人生巅峰 明天只是必须跨越的最低门槛 在各行各业都能用板块理论诠释的当代社会 一个停止增值的人 时刻都在贬值 金巴布韦企业家斯特拉夫马西伊瓦 经过14年的奋斗 终于在39岁时创立了一家小公司 许多有着相似成绩的同龄人 都认为可以依靠公司的日常营收 过上富足无忧的生活 斯特拉夫却带领为数不多的员工 投身在本国仍属新兴领域的电信行业 他每天最早抵达办公室 研读各种专业书籍和投资方案 有人调侃他像个刚毕业的实习生 所作所为不符合当前的身价 他笑着回应 我需要的不是身价 而是价值把自己当成实习生 我才能一直学到东西 2000年金巴布韦爆发恶性通胀 货币贬值高达数千倍 一些企业家的上亿资产 一夜之间沦为废纸 斯特拉夫却凭借电信业务上的积累 深力打开海外市场 在比喻住通胀冲击的同时 也让自己的事业更进一步 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欧曾说 哪怕你不渴望更好的生活 你也要不断提升价值 因为成长是生存的必须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投资自我 赠值自身 任凭生存的成本如何递增 一个人持续增长的价值 都是行走世间最大的敌气 四 精致利己 北大教授钱力群 曾在写给大学的信中提到 这世上最可怕的不是野蛮人 而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他说所谓精致 就是他们为利己而做的一切 都合理合法 让你无可挑剔 可当他们用精致的方式堵住别人的口 别人也能选择悄无声息的离开 警示通言里有句话 力不可占尽 福不可享尽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永远是相互的 你为别人慷慨解囊 别人愿意和你欢难与共 你对别人斤斤计较 别人也会让你失到寡注 杜瓣上曾有个热门讨论 一手好牌是如何被打烂的 网友提到自己在一家餐厅做兼职时的经历 老板是刚从亲戚手中接下的餐厅 原本靠着火热的人气 他每月的收入已经让同龄人望尘莫及 但他为了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 减少了所有人绩效奖金 后来他还设立了柯克的打卡制度 柯克违规考勤的员工的薪水 网友在被靠过几次供食费后愤然提出离职 而跟他一起离开的 还有前任老板留下的主厨 但年后他路过当地 发现餐厅早已转让 而老板则在给别人打工 曾有人问于丹教授 为何大多数人都过不好一生 于丹的回答让我印象深刻 因为99%的人都是贪小利 吃大亏 凡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倾向 往往是一切苦恼的根源 天下没有单方面的便宜 一个人占过的所有好处 都在为日后的跌落埋下伏笔 非洲草原上有种尖茅草 一旦得到雨水滋润 很快就能长成草原上最高的植物 然而因为根精细软 长高的尖茅草极易被风吹断 随后迅速枯萎 与尖茅草相对的 是一种叫尔维兹家的树 平均每一百年才会长高三十厘米 但也正因如此 尔维兹家树能够充分茁壮根基 一旦长成 就能抵御最强劲的暴风雨 人生也是 需在缓慢魔力中修炼出品的 价值和格局才能行久之远 点个赞吧 与朋友们共勉